欢迎大家来到爱生活面子书直播现场 我非常荣幸被爱生活 我iLifePost的编辑艳丽所邀请当今天晚上的主讲嘉宾 感谢您给我这个机缘 首先向大家简短的报告一些关于新生活报的资讯 新生活报创刊于1972年 已经从三日刊转型成周刊 内容除了保留原本的民俗风水 奇闻意识等人文色彩比较浓厚的新闻外 还增加了政治实施的元素 务必让整份报纸的内容更加多元化 更贴近您的生活 新生活报也在2016年创立了网站 爱生活iLifePost 现在大家正在观看着的就是 爱生活的Facebook专页 记得去like和follow 那接下来呢 请允许我呢 简短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那我是Step Step by Step的一步一步 子彦老师 那我的学生和顾客呢 都给了我一个外号 叫我做美容工程师 怎么说呢 只因为一个美字嘛 那美呢 可能很多人觉得是外表 但是我的美呢 是跟健康上的美 形象上的美 心灵上的美 关系上的美 事业上的美 然后呢 生活上的美 都与我息息的相关 所以这个美不是一般上的美 那我在这个美的领域呢 已经有21年了 那我成功呢 举办了1000场以上的线下 课程 活动 工作房 然后呢 在这过去 因为MCO的关系 那疫情的关系呢 那我就转移在线上了 也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呢 举办了300多场的课程 做谈 访谈 但是呢 但我觉得我最欣慰的就是呢 我帮助了超过1万个女性呢 解决呢 她们脸上色斑的问题 那怎么做得到呢 可能你们会好奇 其实很简单 而且呢 每一个人呢 都有能力做得到的 只要知道呢 问题的源头在哪里 那你了解了那个理路 原理之后呢 就有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了 其实真的是很简单的 那所以说呢 对我而言呢 是没有解决不了的皮肤问题 那首先呢 皮肤呢 是人体呢 三大排毒管道之一 那它同时呢 是反映着我们体内 五脏六腑的一个健康的指标 尤其是我们脸部的肌肤 所以痘痘啊 色斑啊 皱纹啊 敏感啊 长在哪呢 它就是反映着我们体内 某一个器官呢 它有一些状况出现了 所以只要你找到源头 你针对去解决 所以问题可以一一的解决 那若呢 您想要拥有一个气色红韵 白嫩光滑 晶莹剔透的肌肤状态呢 必须从三方面着手 就是内调 外用 心灵呢 同时进行 那今天晚上呢 这个主题 食疗养生法 可让身体呢 增强免疫力 就是完全在内调这方面呢 着手 那有一句话说 病从口入 对吗 那我们呢 要把它换成这句话 健康从口入 每日三餐 吃出健康 OK 那今天晚上呢 爱生活呢 爱life post呢 的编辑呢 还特别的邀请了一位嘉宾 邓毅师傅 那他就是呢 如何以病毒共存的提倡人 那我们请他呢 指导大家 如何在这后疫情时代呢 能够每个人都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的 以病毒共存 那我们有请邓毅师傅 哈喽 哈喽邓毅师傅 您好 您好 那非常感谢师傅呢 今晚抽空呢 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师傅 既然你来到现场呢 就想请问您 为什么呢 这么全力的在提倡呢 如何以病毒共存呢 这个概念呢 好 在现场呢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我是邓毅 那 关于这个问题呢 其实 现在大家都知道 病毒 就是无处不在的 那么要怎么去控制呢 其实 excuse me 其实也是有很多人 没有意识到 在这个疫情当中呢 饮食 习惯 跟我们 平常的一些行为 那如果 我们就是刻意的 去 改变的话 那么我们就 有机会 以这个病毒共存吗 因为 很简单啊 每一个人都要吃 对吗 不管 那个 那个疫情举严重 我们都必须得出去外面做工 或者是上学 对吗 好 因为你不可能 一辈子就是 没有 拍电做生意啦 没有正常的生活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现代的人 每一个都要出外 去打工啦 或者是上学啦 那么你们必须拥有一个很健康的一个体货 然后免疫系统呢 一定要提高 所以呢 我有了这个概念啊 我就 就是 就是创 就是去原创了 创作了这个节目 让更多的人懂得 啊 怎样去改变现在的生活习惯 进入了以这个病毒共存的啊 这些习惯 啊 那首先呢 我们由哪里开始 就是由吃开始 啊 是由吃开始 那么 就好像刚才啊 我们的Stephanie老师所说的啊 啊 以其病从口入 那么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为何不是健康从口入 然后吃出健康来 对 对吗 那所以啊 我们等一下呢 就有老板我们的Stephanie老师 啊 跟啊 还有是妹是吗 啊 不好意思 对 对 美妹 美妹辣妈老师 OK OK啊 辣妈老师 OK 那么就啊 要你们就是啊 就是要为这个社会 然后贡献 啊 你们的啊 厨艺 那么让 每一个人都能够吃出 健康的啊 那个食材 好 让每一个人的身体 好 都健健康康的 还我社会 好 一个健康的生活 好吗 非常好 非常好 哈哈 真的是 好 那 这个 嗯 那 关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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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呃 呃 师傅 那关系到 呃 怎么会跟这个 疫情 呃 有 有 这么大的一个关联呢 就是说从吃真的可以吗 就是说我们平常的三餐就可以有这样子的这么吃得出这个健康的效果吗 啊 ok 那 其实是可以的 其实是可以的啊 因为 我们 人类呢 啊 70%或以上的疾病是刺出来的 是刺出来的 对 啊 啊 啊 那么如果说我们去改变这些观念 有 等一下啊 啊 我们两位啊 啊 啊 这位美女厨师呢 会为我们介绍一些健康的食谱 啊 怎么说健康呢 比如说盐 我们从小吃到大 那么那个盐呢 其实是啊 吃出病来的 对吗 嗯 但是 很多人啊 可能是不晓得其中的盐理 对吗 那么啊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 我们有一种叫做脂足元的 啊 这种元呢 肯定会吃出健康来的 那么啊 这些 呃 比如说他的啊 啊 他的功效是怎样呢 啊 等一下我们的这个Stephanie老师 啊 会为大家 我们意义详细的讲解 啊 关于他的成分是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讲 啊 那由于今天啊 就是啊 啊 我只是 不是主角啊 今天我只是一个嘉宾啊 那么啊 在这里呢 我要就是 啊 为这个社会 啊 贡献 贡献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使命 要让每一个人都 划出健康来 还我 人民 一个健康的生活 嗯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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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非常好 OK 然后呃 我们的使命 呃 是这样子 呃 就是呃 通过这个节目呢 让大家 更 增加了解 哦 吃的重要性 哦 人一定要吃 呵 对吧 对 那么你如果这样 每一天煮来吃 也是煮 那如果说你按照这里的方式跟食材 一些食谱 哦 那些做法 你不单可以吃出美味的菜肴 佳肴 而且还能够吃出健康 对 是的 对吧 好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健健康康的 这个就是我所创造这个节目的目的 是 是 好 那我们就由我们的麦克风 交回给我们的阿斯德菲尼老师 谢谢你 好 谢谢我们的邓毅师傅 哈 OK 谢谢你 谢谢你 抽空上来这个节目哈 那 呃 所以呢 这个节目最主要呢 我们就是想 呃 每一个家庭 都能够呢 就是吃出健康 因为吃一个人一天三餐 我们都一定要的 那究竟 有没有这样子的食谱 有没有这样子的 很简单的 可以就是说 呃 DIY 这样子 每一个人都做到呢 肯定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呢 我会邀请我的一位好趴当 我的好伙伴哈 那这位美美辣妈老师呢 他呢 那我先就是稍微的介绍一下他的背景 他真的好厉害哦 OK 那我跟他呢 呃 就共事了 有一好几年的时间哦 那常过 他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 人怎么说呢 他身兼多职你知道吗 他是一个跨国际的电商 然后呢 他也是一个家居用品的批发商 然后同时呢 他也是一个OS平台的策划中间 也是 是个孩子的全职妈妈 你看 他这么多的职责在生活 他 但是 他可以把健康的饮食 落实在生活当中 那我们就事不宜迟 有请我们的 呃 美美辣妈老师 哈喽 大家晚上好 我就是 哈喽 你好 你好 晚上好 你好 你好 那今天呢 我们呢 两个美女 美女也好 美妈也好 什么都好了 那我们来到这个节目呢 就是 想让 就是一些 职业 女性也好 或者在家的妈妈呢 就是 能够 攀认出一个 又美味 又健康 又可以增强免疫力的食物 再来 那 呃 明天就是冬至嘛 对吗 那我想请问 美美辣妈呢 你准备了一些 什么的 呃 菜肴呢 啊 太好了 其实很开心哦 明天就是 大家 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欢庆的一个大节制 就是冬至 对 那么在这个冬至的来临呢 我相信很多家庭呢都会齐聚大家来一个团员嘛 那么当然啊在这个节制当中呢我们都 呃都是 其实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让我们过去可能有很多的家庭都一年多都没有见面跟家人还去 我觉得这一次的呃这个开放的时候让我们更加珍惜 呃回家跟家人还原的日子 所以在这边呢其实我现在目前我也是回到家乡在呃在居然 嗯 嗯 嗯 其实在这我也准备了一道菜吃呢 我们啊就像我这样子呃这个孩子 motherboard嘛 然后呢我们也不想在外吃然后呢又可以准备了一一道豐富營养 健康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简单 容易做 那每一个人呢 每一个 派胎人呢 或者是单身的 就是在外的 都可以准备 这个营养生 来照顾自己的健康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就准备了 这个这一道 就是竹炎 子竹炎 药材机 哇 就是对啊 因为你看今天 我也穿的红红嘛 因为冬至嘛 因为其实我们华人 中华人就是有一个 名叫做 冬至大过年 其实是还原的时候 是在冬 我们吃那个汤圆嘛 其实是在这 明天是一个 真的是团聚的 一个大好日子 那鸡呢 肯定是 每一个桌面上都有的 那你所说的 这个子竹炎 对吗 子竹炎呢 很新鲜 我们都是普通的炎嘛 那OK 那这个你是 这个炎 这个子竹炎 药材机呢 会难煮嘛 或者是 有些准备了是 用些什么食材 那你可以 让大家了解一下 过程 是不是快 又准 又美味的呢 又简单的呢 因为我 我对理论呢 所有营养呢 非常的了解 但是你煮呢 就是 就是只输给你啦 输你一点点啦 OK 所以我就邀请你 由你再次 OK 那如果你其他方面的美呢 就我肯定剩你的 但是煮就是偏偏 煮这块 我会煮 理论上就要靠你啦 我真的尝试过他煮的 真的是很美味 那个过程实在是太简单 连我这个不是这么厉害的人 也可以做到真的是太简单了 OK 那需要什么些食材呀 好 我现在就准备了这些食材 其实食材很简单 只有几样的 当然主角呢 一定是 现在我就是用这个鸡腿 当然分量就依据 你们自己的家庭的成员的需求 而增加 那我今天就是准备了这两个鸡腿 你们可以准备两三个 所以我就是想那样的啦 那么食材 准备的材料呢 其实就是一些当归 当归片 根据你自己的记号 你觉得你比较喜欢当归的味道浓的一点 你就放多甜 如果只是一些调味 这样子你就放几片就好了 然后再加一个红枣 这个可以补我们的气色 这样蛮红润 OK 那么这个是这样子 也可以补血 红枣非常 帮助补血 对 肌肉呢就有很丰富的蛋白质 对 然后呢 调味料呢 就是绍兴酒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是一只鸡 大概一公斤多的话 你可以准备就是两汤匙的这个绍兴酒 OK 然后呢 当然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这个脂竹炎 OK 哇 OK 脂竹炎 对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使用哦 真的是因为这个节目 而第一次使用 哇 感觉非常棒 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功效 可以给你们看看一下 当然这个鸡肉呢 因为现在这个是两只鸡腿嘛 那么我们就不用放到一汤匙 就其实就是大概是半汤匙就可以了 OK 哦 OK OK 就是你们喝汤的汤匙半汤匙 那么我给你们看看一下 这个盐的颜色 你们可以有机盐啊 以前我是用有机盐 但是现在知道有这个这么好的东西 好 然后我就用这个只是一个半汤匙 OK 哦 好 那待会呢 我会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美美辣妈呢 她选择这个 由这个这家公司PVS的脂肚炎 为什么她用了过去 用那种organic是吗 那种organic的盐呢 对 她会换成这个呢 肯定有原因的 因为她是高手来的 她是攀任高手 但是她对于 我想请问美美辣妈 你在选食材这方面呢 你是以什么的标准 你是以品质呢 价格呢 或者是营养这方面的来去选择呢 首先我比较 首先我比较注重那个营养 营养方面 第二呢就是品质 嗯 品质 嗯 那么价格呢 当然最后是价格啦 那通常我都是以前面两个为重要的考量 因为毕竟这个是吃进家人的肚子里面嘛 所以我都会看一下里面的这个 它的营养素在哪里 还有它的这个 它的那个 里面的品质 嗯 好 那我想看那个你在旁边一杯 那个是什么来的呢 哪一个 哪一个 这个啊 这个啊 这是我自己补充我晚上的饮品 这个是我的喝的这个胶原蛋白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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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那我觉得那我 不乱批啦 这个是我个儿的 哦 就是就是这么简单吧 食材就是这么简单 对对对 这个这个就是这么简单的这个食材 所以那么呢 在这个 我现在就讲解一下做的过程 其实很简单 啊 简单 当你讲解呢 当你等下你去煮的时候呢 那我就才在把里面的成分 有什么功效再讲出来 那你先讲解那个过程 是怎样时间怎么样准备好 嗯 ok 首先 你们啊 就是你们买回来的这个鸡腿是不是 你们就清洗干净了之后呢 然后你们就去开你们的就是啊 烧着你们的那个水 然后拿去蒸 水先滚了之后呢 才把这个鸡放下去 鸡肉放下去蒸 不需要做任何腌制 就是原原本本这样的放去蒸 蒸大概十分钟了之后呢 ok 你们就让它凉了 就凉了 然后呢 才把这些材料就是这个绍兴酒 和盐 ok 然后才一起涂摸上去 ok 先蒸 后涂 ok 那么这个药材呢 你可以后面啊 就是 对不起啊 我刚才有肉讲的就是把这个红枣 还有这一个 这个当归 这些全部跟那个鸡肉一起放下去蒸 蒸10分钟之后 拿出来凉了之后呢 才把绍兴酒和这个止住盐 ok 一起放下去 然后就这样子腌制 ok 所以这个呢 这个然后腌制了 然后我就放 然后就把它保鲜上来 拿那个保鲜纸 保鲜上来了 然后就放在 放进血柜 大概三四个小时 想要吃的时候 我才拿出来 斩剑了 然后再放进去 再蒸另外五分钟 然后就可以上座 ok 就是说你已经煮了之后 就放在冰箱里面 然后 然后就最少三四个小时 然后斩了之后 再拿去蒸一蒸五分钟 这样子 对 就可以了 很简单 这样子 很简单 可以这个这样子 可以做一个展示 因为这个还没有放的 那么你们就可以 把这个绍兴酒 这样子 放下去 ok 好 这样子放 ok 然后再把这个止住盐 因为这个是两个鸡腿发的 ok 大概这样两十就好了 ok这样子 好 好 然后呢 就弄均匀它了 弄均匀它了 ok 然后呢 好 这样 就把它淋上去 然后我们才帮它按摩按摩 哈哈 我叫做按摩 跟它做运动 跟它做运动啦 嗯 让它让它肉质跟它有Q弹是吗 对对 嗯 ok ok 好 等一下我们 看一下我的手 我就要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等等啦 好 也就是 ok 总之就是 连内外你们都要这样子弄 哦 哦 ok ok 对 好的 然后再其他的也是一样 对 我也是这样子做啊 我也是你交路我说我也是这样子做啊 嗯 对啊 就是这样子 ok 这个是不用不用什么厨艺的 对对 那我们在外工作 非常适合我们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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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女性 哦 对 是 而且也很健康 因为它没有什么不用放什么任何的防腐剂啊 或者什么东西都会不需要 对 味道又很很很很有原汁原味啊这样子啊 是的 而且就是就是不要不要添加太多的东西 就是从 也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加法 加这个加那个加这个 但是呢 现在我们是用减法 越简单 越原汁原味 越健康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追求的嘛 对 好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 我很认同啊 就是Sephanie老师 Sephanie老师 呃因为就像当初我遇见你的时候啊 哎你告诉我 哎哇原来你是啊这么厉害主 但是在座啊你就从你啊无意中让我看到你在啊原来你是一位美容工程师嘛 然后呢 哎叫我们哎怎么样除了内在要照顾之外外在也要懂得怎么照顾 当时呢啊我是完全不照顾自己的外在啊 那么没想到哎经过你的提点之后呢让我能够内外都可以全方位的照顾 所以今天啊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啊我觉得我很满意我现在的状态 那么所以今天啊就因为啊所以啊在这个啊邀请之下叫我上来告诉大家怎么样的啊 呃怎么样让我们吃的健康啊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回馈啊 所以在这边我是希望可以帮助到所有的女性们还有所有的家庭们都可以有一个这个啊营养的一个一个餐啊 一个晚餐啊午餐三餐都可以顾好嗯嗯啊当时呢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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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上我的课 那从这样子 我们就互相交流 我教他外在的 讲保护 他也同时教我 就是怎么样吃 就是大家就互相的 刚才我说 美 内 外 内条 外用 心灵上的三方面 着手 肯定所有问题 都可以一一解决的 只是时间上而已 那我们在选择 怎么样吃 是很重要的 然后方法 你要用一个正确的方法 就算攀刃 你也是要正确的方法 但是是简单 DIY的 再加上呢 你有一个导师 就是教了你 那三个加在一起呢 你肯定是 吃出健康 吃出漂亮 吃出美丽 甚至于呢 带给我们 在某 可能有些人是 这方面事业上 因为 无论如何一个人的外形呢 是加分的 OK 加分的 肯定的 没有理由 看看我们内在的 肯定我们的外形 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呢 这方面 现在呢 我们就让 美美老师 去准备 那我们就 我会聊一聊 关于 为什么 他这个食材里面 酒 就是一个很 很普遍的都知道 那 还有其他的红枣 我们大家都知道 红枣是非常可以补气 也可以补血 那 当归呢 几乎是所有女性呢 都需要的 它是可以卵生 非常很多的功效的 那 今天呢 我想提的呢 就是一个叫做 子竹炎 那 这个子竹炎呢 就有这家公司 叫做 PBS 这个公司呢 它所 就是 进口的 这个 这个子竹炎呢 它是从 这个 韩国 进口的 那刚才我们都看到呢 它的颜色 它的颜色是 紫色的 那可能你们看到的 过去 这种 任何的 金字炎 我们那种 白炎 其实是 金字炎 或者很多 都是白色 基本上来说 都是白色 那这个炎呢 为什么是 紫色呢 那 可以这样说呢 紫色是因为 它里面呢 有丰富的 矿物质 OK 越丰富的 矿物质呢 它的颜色 是越深的 那 它 而且呢 它是通流 那制作过程 我们就 这个是 你可以上它的 网上去看 是到底 怎样的 制作过程 但是 重点是 从颜色 我们已经知道 它是 这个 这个 丰富的 矿物质 那 矿物质 我们 我们先说 先这样子说 盐呢 几乎是我们 每天都在吃 每餐都在吃 但是我们用的 都是 金字盐 白盐 OK 那 这些盐呢 都是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 海水 已经是很污染了 对吗 所以呢 这些盐呢 都是已经是 取出来呢 都已经是 非常 很 里面有太多的 重金属 OK 那重金属呢 当我们吃进身体呢 它是 很难排出体内的 体外的 OK 所以导致呢 很多人呢 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的血液 变成浓条 就会 就是有 我们所谓的 高血压 OK 盐 你们的 我们都听说 可以吃这么咸 以咸味引起高血 就是因为 现在的 百盐呢 它们已经 是不是 过去那种 天然 其实盐 是天然的 是大自然 给我们的 一个圣品来的 但是 如果那个食物 是没有盐 根本是 很难吃的 对吗 所以变成呢 盐 是很重要的 就比如说 当我们有事情 进医院的时候 那医院干嘛呢 它就会跟我们 掉盐水 对不对 掉水 其实掉的是什么 盐水 因为盐水呢 它 盐是钠 在这个化学名称 它是里面有 丰富的矿物质 钠 那它给我们的是什么 能量 OK 那能量的意思是 让我们循环 让我们体内 那个循环 注尽我们的循环 注尽我们的血液循环 再来呢 比如说 当你去运动过后 你透支 透支过 你喝什么 你是不是喝 那个 100 plus 对吗 100 plus是什么来的 也是盐来的 盐水来的 所以它是 补充能量 很重要的 那还有一句话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就是说 我吃盐 多过你吃饭 那广东话怎么说呢 我吃饮多过你吃 麦 是吗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其实是真的 意思是说呢 你每一道菜 盐呢 都一定有添加盐的 那你想象一下 你 你到底吃了 多少的盐 下去呢 就是 那些这些精致盐呢 在我们体内呢 就累积 变成毒素 OK 反观呢 它里面是 除了那个咸味 甚至于呢 现在他们添加一些 化学成分进去 OK 因为 因为可能 价格上的问题啊 OK 所以 我们吃的都是 可以说是 不符合标准的盐 对我们身体 是有害 所以为什么吃多呢 我们会高血压 就是这个原因 那 再来呢 再来呢 其实 我们的盐 盐 这个子族盐呢 PBS所出产 进口的这个子族盐呢 它里面 与其不同的 跟其他的不一样呢 它有丰富的 矿物质 尤其是这五种的 可以说是身体必须的 矿物质 那第一个叫做 盖质 OK 那盖质 我相信 每一个人都知道 盖质的重要性 那它是维持骨骼呢 健康的发育 对吗 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铁质 那铁质呢 它是有助于呢 减轻疲倦 和疲劳的 再来就是铜 铜就是 补助呢 我们造血 OK 就是制造红血球 OK 那重要吗 非常的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都不足够的血 就是不足够红血球 再来呢 就是心 就是维持 哇 这个很重要哦 维持我们免疫功能的 OK 再来呢 就是甲 那这个 这个维持 这个也是 一个很重点 为什么我们有糖尿病 我们为什么我们有这个 这个 这个高血 就是因为体内 是平衡的嘛 所以这个甲呢 它是维持 酸碱 就是我们的 pH 所说的 酸碱平衡 那 精致炎呢 它现在的pH呢 大概是 6以下了 那 6 7以下的呢 都是属于酸性的 那本来炎是属于碱性的哦 这个脂肢炎呢 它是pH11的 OK 所以当它进去体内 添加在我们的食物 它做到的最重要就是 把所有的东西平衡 平衡 你想象一下平衡 你的糖尿 血糖 是不是平衡 那你的血液 是不是平衡 那平衡呢 就是一个健康的开始 这个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很多 不是只是那个咸味啊 咸味其实是一个味觉上而已 最主要是 它进入体内呢 它跟所有的 那个我们叫做产生一个效应 消化过后的效应 它达到一个平衡的 总而言之 你要知道 平衡 就会是健康的第一步 所以我们很知道 为什么这些 矿物质呢 你在其他的盐呢 都不容易找到 但是这个脂肪炎呢 它真的是里面 最主要的 这几个重要的矿物质 都在里面 所以它为什么 不一样 当你在煮那个美食的 煮那个菜肴的时候 它给你的口感 比如说你在肉感这方面呢 它会特别的嫩滑 就是有那种QQ弹 而不是那种 比如说尤其你在煮鸡胸肉的时候 鸡胸肉就是 人家讲好像咬那个柴头嘛 对不对 但是你用这个脂肪炎 把它稍微的按摩一下 它真的是很润滑的 所以 只是一个稍微的变 一个变 因为什么变 这个PH的变 你吃着口感 完全不要 口感是一回事 最重要是体内 它没有重金属 这个才是 因为重金属呢 累积还不出去 它会病变 变成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致癌物质 OK 所以选择 有时价格 如果我们够爱自己 我们够爱自己 够爱我们家人 食品的 那个健康 那个营养价值 还有那个品质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盐其实不用多的 对吗 但是没有又不能肯定要吃的 每天 所以选择 是很重要的 市场上可能 有很多什么 organic什么盐都有 但是你去看 你去看它真正的价值 OK 这个就是 还有呢 还有呢 盐你知道吗 盐 它对于 现在目前因为 我们食物嘛 我们有一句话 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 OK You are what you eat 的意思就是说呢 其实有时候 我们吃了太多的 精致的一些 食物下去呢 导致现在很多人呢 都会有便秘的问题 对吗 其实 正常根据 这个营养学家说呢 我们一天吃三餐呢 其实是要排三次的 但是呢 如果一天你只是排一次 叫做轻微的便秘 但很多人呢 确实呢 可能几天才一次 那万病呢 万病呢 从我们大肠开始 那我曾经做过一个 就是research 就是现在呢 大肠癌呢 是排第一的 为什么 因为在从便秘那方面 没有每天去 就是排泄的话呢 那毒素呢 它会从我们大肠里面呢 吸收回进去 回流去我们的身体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 食物吃得越精致 而导致有这个问题出现 那这个盐呢 如果你试过之后 它会让我们呢 每天呢 都有一个顺畅的 一个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 有便秘问题的朋友 真的非常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盐对女性 女性的 就是 女性下体的保健 非常好 怎么说呢 因为盐 它其实本来 PH是减性的 那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抗菌 抗菌 就是我们 我们女性可能都有一些 就是买带的问题 或者是烧养的问题 那这些都是有一种菌 叫做白色 面珠菌 OK 那还有呢 这种菌呢 它就是导致 其实会影响我们在 女性的子宫 生育这一方面的 所以不可以小看这个问题 怎么说法呢 因为我曾经在医院呢 就是 医生呢 就是建议我们呢 用盐来去 就是清洁我们的这个 这个下体 而不是用什么消毒水 这个是不能 而是最天然的东西 就是用盐 所以我才知道 哇 原来医生也提倡 让我们女性呢 去用盐来照顾我们的 那个我们的部位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下体 这个部位 那其实女性蛮多呢 也有一些 比如说尿道 尿道盐发 发炎啊 这一些 都是因为这个白色 炎猪菌而导致的 还有一些 其他的啦 但是 这个盐呢 它是可以帮助 天然的 抗菌 非常的好 你看从这两点 就 我相信呢 我们女性一生 都有遇过这样子的问题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很难起口的 但是这个确实呢 可以帮助到 是由医生所介绍 用盐 来去帮助 而不是那种精致盐 可能你可以用 就是这个叫做 怎么海盐 我们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粗盐 但是呢 如果今天你认识这个 PBS的子足盐 那这个呢 真是我们 你们的大家的福气 它的功效 对比如说皮肤上 你有那个牛皮痫啊 或者是 这个这个伤口啊 它都会帮助我们消毒 滋养 还有 我们 还有就是 消热气 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我们吃了榴莲过后 那马来西亚人都蛮喜欢吃榴莲 吃了榴莲过后 我们都说 妈妈都会说 你去拿些盐水来疏口 或者是喝些盐水 就是降火 你看 其实榴莲它是属于酸性 盐是碱性 其实它做的 它做在做什么 就是把那个ph 平衡它 其实做这个动作 不是什么降火 而是平衡 所以 其实 为什么会这样 以前小的时候 根本不懂 妈妈说这样 我们不是听了 后来 长大了 但我们明白了 这个原理之后 哦 原来它是在做一个平衡 所以呢 可以吃榴莲 过后 你一定要喝一杯子竹园 那你就很放心的可以 但是也不要吃太多榴莲 OK 那还有呢 比如说 你有 牙周病啊 的人啊 牙龈啊 发炎的人啊 或者 如果有时候我们的 那个嘴唇 有起那个泡 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涂盐的 是吗 哇 很痛啊 涂下去 但是 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 其实 那泡 起那个水泡 就是牙周病啊 牙龈有问题 都是因为有菌嘛 那些菌 它就是发炎了 那 盐 它是天然的杀菌嘛 是不是 所以 为什么我们可以说 涂盐 可以有这个功效 确实是 确实是 所以 这个是我们一个 为什么今天我们选这个 植株盐 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它除了在吃 还有它有其他一些的 周边的一些产品 都有用到这个盐 比如牙膏啊 比如说 可以帮助我们去上厕所的 便秘的朋友啊 这样子 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 大家去 多了解一下 只是把我们家里的一些 本来在用作的东西呢 换一个 不一样的 更爱你自己 照顾你自己 因为 没有健康 就算你后面有多少个零 什么生活上的美 什么关系上的美 事业上的美 前面第一个健康上的美 没有 后面的免弹 对吗 这样子的话 才可以 你要有健康的美 下面的 每一个都跟着 来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再 看到就流口水了 就要看我们 妹妹辣妈的 那个 那个 子竹园 子竹园 药材鸡 哇 真的是很容易做的 颜色很鲜美 颜色很鲜美 对啊 一定要用菜鲜鸡哦 嗯 诶 你试一试那个 那个汁 那个汁 你告诉我们 是怎么样的 口感 这个 用这个 我先注意一下 它的味道 跟过去的 有什么不一样 你让我们只能看 不能吃 看到 尝不到 真的 就 尝不到 我试一下它的味道 对 对 哇 很好 那个味道 最好说不是那种 很咸的那种啊 就是 啊 香啊 香香 香啊 那个肉呢 那个肉又怎么样呢 等一下 我特地拿一个 哎呦 我越看越流口水了 啊 好吃哦 哈哈哈哈 哎 吃不一样 吃不一样啊 我特地拿鸡胸肉 对 对 很好吃 很好吃哦 那所以呢 换一个 更健康的材料 食材哦 OK 那你 不但是味觉上 口感上 最重要是 吃素健康 因为基本来就是很丰富的蛋白质嘛 对不对 加上 现在又有矿物质哦 因为其实哦 所有的矿物质呢 都是我们骨髓很重要 对我们的骨髓很有帮助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骨髓哦 是产生这个这个干细胞的嘛 对不对 那干细胞呢 就是那么我们人哦 都是由一个细胞开始组成的嘛 只要 有新的细胞 哦 那些那些坏了的 呃 不好的细胞 就是它会自动的就是 通过我们的肝脏 就是排走之后呢 那 我们身体一定要会 伸新的细胞 那我们才可以做到 修复 哈 所以知道了这个源头 就是里面呢 是帮助我们的骨髓 去生长这个干细胞 那 同样的话呢 对我们骨骼 就是说比如说 呃 这个这个有关戒炎啊 有Gauss的人呢 也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哈 啊 因为它它是有这个 那在添加 可能你们在 我们在 在用比如说 蛋白质 维他命C 然后这个这个 维他命B B群啊 都是要补充 适当的补充 才达到一个 健康的身体 那在反映处 在我们的体外 皮肤上 啊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我知道呢 呃 妹妹辣妈 你还有准备一道汤 是吗 一个润 润肺的汤 是吗 哇 你看今天你们真的是 幸福哦 他准备两道 嗯 那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白鲁肥汤 嗯 这个是 啊 白鲁肥 排骨汤 我相信 每一个人都 都会做这道的 这一个 啊 所以这个也是 很方便 我的制裁就比较简单 如果你们要添加 其他额外的东西呢 都可以加进去的 好像有些人会放 豪肝啊 或者是那个 干贝之类的 OK 那么我的食材呢 就比较简单 OK 啊 首先要准备 这个是烫过水了的一个排骨 OK 或者用龙骨啊 大排骨东西 然后呢 我会准备了一些就是这个啊 这个蒜 蒜 OK 蒜 蒜 啊 OK 嗯 还有一样是 就是红枣 OK 红枣 OK 然后最重要的主角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白萝卜 OK 啊 白萝卜对润肺非常好 对 对 对 尤其在这个时候 我们是在会工作的人呢 这个很需要 嗯 尤其在这个疫情哦 肺是真的是要去 好好的 保护 保护着我们的肺 嗯 对 那 那这个汤 我们看那个食材都知道 肯定是 真的很清甜 啊 然后 然后 你的盐 有放盐的吗 需要放盐的吗 要啊 要啊 我刚刚就是 就是放了 就是这个纸族盐 放少许下去 可以 好的 可以看 哇 我煮的是 四个人喝的 四个人喝的 嗯 嗯 对 那煮法也是很简单 是吗 就是把所有的食材 就是 煮进去 就是水煮滚了之后呢 你就把所有的食材都 浇进去就行了 哦 去下载 就是去那个 comment那边 因为妹妹那妈呢 她会放在 这个 这个 关于 在这个 comment那边 那你们就可以把 里面的 就是 去参考 那如果 你想 更了解呢 我们会 也有 自己的一个 网站 就是说 我们有 我们的 facebook 就是 page呢 我们也会放去那边 那你们可以去 去我的page呢 你可以了解 更多 关于 怎么样去 照顾 内外 心灵上 怎么样去调整 怎么样去照顾 那 自己 妹妹那妈呢 她也有一个 网站 那 也就是page 那也是可以去 你们可以去like and follow 那都是 免费的嘛 那 最重要是 其实我们的目的 是希望呢 因为现在 后疫情时代 那 而且呢 就是 孩子 即将要 开学嘛 是不是 那我们身为 母亲的呢 其实是 很重要的 因为 毕竟是 关了这么久 那 孩子一定要 教他们 怎样的去 就是 保护好自己 就是保护好自己的意思是说 怎么样去 那是 那个 因为不要 不要就是 不是说 怕那个 那个病毒传染给自己 而是我们自己呢 每个人不要去 传染给别人 那所以当我们是健康的话 我们是 抵抗力够强 肯定 我们不会传染给别人 那这样子 这话呢 就可以断绝 这个 这个 整个的疫情的蔓延 就是 因为肯定的 如果一聚会呢 就会发生这样子 那这里呢 我想说一说 为什么 刚才 邓一师傅呢 他会提倡 就是 其实 这件事发生在我的身上 那在上个月 就是十一月 月头的时候呢 我就去了一个 business trip 就是关了这么久 第一次 那我们这个团里面呢 整个团队有七个人 七个人呢 我们的工作 两辆车 那哪里知道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都已经是打完两个dose的 打完针 都很social distancing sob 做到完 但是 你们知道吗 我们这里 七个人 五个 确诊 ok 我是 唯一 两个 我们两个 没有 没事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同在一辆车 我们一起住 我们一起吃 你看 所以养生 增强抵抗力 不是说今天做 明天就 可以做得到的 你必须 我们必须坚持的去做 坚持的去做 才可以达到的 所以 现在开始 因为 一月三号就开学了嘛 真的是要把孩子 教导他们 怎样照顾好自己 不是说 所以从这里我看到 因为我在养生 真的可以 增强抵抗力吗 这个是我以身 坐着去做 但是我的朋友 他们也不是没有 做只是 可能我比较 做的时间 长 做得很久 所以 这个是很重要 我想带出来的信息 但还有一点呢 其中一位朋友呢 他就把这个病毒 带回去家里 带回去家里 他传了给他的太太 很不幸 他的太太呢 就 往生了 OK 所以 这个是 最近发生的 所以我想说 这个病毒呢 不是开玩笑的 以后 他一直会跟我们 共存的 所以唯一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 把我们的 抵抗力 想办法 增强 我们的抵抗力 这个是唯一 我们一定要去做的 所以在食材这方面 去选择 真正的 不要再添加 毒素进去 OK 毒素一进去 我的免疫力 会一直下 因为我们身体 要抵抗它 所以一定要 要把这个 免疫力 给增强 OK 那 今天呢 我们 就是 会 就是 那个汤 你喝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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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汤 你试了吗 没没辣吗 你的声音 声音关了 声音 可以 你的声音 你要开一开 你的声音 OK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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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看 告诉我们 那个口味 是怎么 你今天 你用的是 紫 DBS 有紫竹炎的 来 等等 我喝一下 非常的期待 很清甜 很清甜 我只是放少许 就 不像以往我用的那些 那些有机盐 或者是幼盐 就要比较 分量比较多 刚才我就是放少许而已 很清甜 为什么呢 因为它 它把里面的那些汤汁 给拉出来 所以你会尝到这个味道 我已经跟你 我告诉你 就是它 我试了之后 我就哇 你拿来蒸鱼 蒸鱼 哇 真的是很鲜甜 那个鱼肉 真的很简单 所以它让烹饪 变得很有乐趣 又美味 又健康 所以很 很没有想到 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食材 的改变而已 那美眉辣吗 我想说呢 下个星期 我偷偷告诉大家 观众 那下个星期 你将准备一些 什么好的菜谱给我们呢 菜肴给我们呢 下个星期 就要请大家期待 下个星期 我会准备的就是 我们可以在家中 自己准备的一个西餐 但是这一个西餐 是以三文鱼为主 三文鱼 对 那如果大家期待的 就在下面呢 打一个666 让美眉辣吗 透露多一点点 到底是什么西餐呢 那你们 你们的support呢 它就会透露多一点点 好 到时候现场给 观众大家看 对 对 对 那 那我 我就非常期待 因为 我知道 好 因为你 我就非常期待 因为 因为 我都知道 我们 有一个共同的理念 就是 就是我们 就是想 帮 就是能够帮助 每一个女性 家庭主妇也好 事业女性也好 都能够 吃出健康 吃出健康 吃出美丽的外表 然后吃出 关系上的美 生活上的美 那每一个人 都能够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那 以病毒共存 这其实就是 我们两个 很想 就是把这个理念 带出来 就是简单 简单 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能力 做得到的 就是在家里 DIY 包括美容 你要变美 同样的 我们都有一套的方式 让你在家里 自己徒手 自己做 OK 对 好 OK 那我们今天 到晚上呢 这个节目呢 就到此为止 那就非常呢 谢谢我的好 我的好姐妹 我们的妹妹 妈呢 那期待呢 我们下个星期 再见 好 来 我们跟您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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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